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兩會的最後一天 這個兩會曾經讓習近平當局非常的頭痛 他們生怕在兩會上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出現了反習的聲浪 生怕中共內鬥在兩會上公開化 所以習近平為這件事情頭髮都急白了 在兩會上李克強急著頭上直冒汗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虛驚一場 體制內的反習的力量 這次兩會沒有能夠成功的集結 沒有能夠發起對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專制的反擊 那麼他們又過了一道坎 過了這一道坎之後 很自然的他們會放鬆一下 會修整一段時間 為他們服務的做他們鷹犬爪牙的那些維穩力量 也會暫時的休息一下 那麼趁他們休息的時機 現在正視全國各地的民主派的自視 還有維權的同道 還有支持全民共振的陣友 大家抓緊時間 展開行動的時機 現在我們全民共振平台向大家報告 我們認為現在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全國老百姓都可以集體行動的全國各地的民主派的自視 維權同道正有大家可以共同行動的這樣的一個時機 前幾天呢 四川成都其中爆發了毒食品案件 這件事情呢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在互聯網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面 已經大家議論紛紛 觀點呢是一邊倒的聲討譴責這個毒害兒童的這個利益集團 不僅僅如此在中共嚴密監視的那些互聯網社交平台上面 比如說知乎 比如說天涯 凱迪 都出現了很多的聲討的文章和討論的這種原地 意見也是一邊倒的這個聲援學生家長和譴責當地的政權 當地的那些商家 那麼即使是共產黨的這個內部的喉舌媒體 他們現在也已經改了口風 比如說像環球時報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胡主編過去經常的胡說八道 但是這一次呢居然也站到了人民的一邊 他說當地的政權政府不能夠以維穩為第一要務 這次一定要和學生家長和老百姓要站在一起 要尋求一個解決辦法一個永遠杜絕後患的辦法 所以看起來呢這一次是民意是空前的強大 甚至是黨內的體制內的那些 還有這個一師一毫的良知存留的這樣的人士 包括像這個胡錫進 現在都已經感覺到了這種壓力 現在都已經探查到了這種風向 他們都已經發出了他們的聲音 黨內的還有很多體制內的中下層的幹部 現在也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 因為他們的子女也面臨著同樣的處境 同樣的危險 他們不是那種最高層的可以把子女送到特殊保護的學校的那一批人 所以說他們現在也站到了老百姓的一起 那麼這樣一個情況就說明在這件事情上面 現在全民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 而且大家都知道成都中學的這件事情 不僅僅是一個個案 而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因為他們的經營模式 經營學生食堂的模式 在全國各地都是一樣的 絕大多數的學校採取的就是這種經營模式 他們把學生食堂外包給一些商業機構 這些商業機構為了賺取高額的利潤 就一次充好 甚至是以毒充好用毒食品來給學生 餵食學生 這樣他們可以謀取暴利 而他們謀取暴利之後 他們不會全部放在自己的口袋 而是用其中的一大部分 來行賄給他們經營權的這個學校的領導 領導階層 還有學校的領導階層 他們也沒有這個膽量 說敢給學生就這麼餵毒 他們也害怕受到懲罰 那麼為了避免這樣 他們又要向他們的上級 那些主管教育的機構 甚至是當地的最高權力機構 掌握最高權力的那些幹部 向他們去行賄 向市長行賄 向市委書記行賄 甚至向省委行賄 那麼這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條 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 那麼這種利益集團 在全國各地經過了過去這40年的 所謂的改革開放 所謂的悶聲發大財 所謂的先富起來 這批有權的有錢的這些人 他們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 現在利益集團已經把黑手 伸向了學校 伸向了下一代 孩子現在已經處在危險之中 孩子的健康和生命都處在危險之中 大家都意識到了這種情況 所以四川成都的事件爆發之後 很多地方就學生家長 現在都自己去學校送飯 形成了一個所謂的送飯黨 這是中國 已經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大黨 甚至是超過了共產黨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肯定 心裡面一定是有不滿 一定是要想尋求一個解決辦法 民意現在已經是一致的了 已經有了共識 有了這個共識之後 下一步是做什麼 當然就是要共同的行動 沒有行動 對學生的毒害 對下一代的侵害 還會反覆的發生 還會繼續發生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民主派的同道 維權的同道 還有全國的陣友 現在正是我們採取行動的一個大好時機 共識已經有了 全國的老百姓 好不容易現在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共識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共識 推動它 轉化為共同的行動 那麼怎麼樣來推動共同的行動呢 第一步就是要把學生家長組織起來 我們的建議是 以地區為單位 以學校為單位 把這些家長組織起來 同一個學校的家長 大家組成微信群 QQ群 有條件的話 大家再把那些 骨幹的成員 意志堅定的 一定要保護自己的小孩子的家長 一定要採取行動的家長 把他們拉進電報群 因為電報群 它是一個幾乎不可能被中共監控的群體 在這個群體當中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份都可以隱藏下來 但是大家在這個環境下可以互相交流意見 可以達成行動的共識 那麼這個領導層 核心層 就要用電報群 而普通的學生家長 願意支持 願意參與的 就可以在微信群和QQ群裡面 那麼一旦形成了這些群之後 我們第二步呢 就是要採取行動 第一步是建群 那麼第二步呢 就是掃毒 掃什麼毒呢 首先是食品之毒 就要突擊檢查那個各個學校的學生食堂 看看他們的食品是不是過期的 看看他們的食品是不是有毒的 如果是 那麼就要馬上就要把這些人呢 扭送到當地的這個執法機關 逼迫他們強迫他們呢 進行處理 強迫他們把他們把這些責任人呢 神之以法 同時還要追究後面的這一系列的這個利益集團的其他的成員 那麼做到這一步呢 一定離不開網絡的聲援和支持 所以說大家的這些行動都要在網絡上面公開 請大家相信 現在中共啊 他已經沒有辦法完全控制網絡 他們是有很龐大的監控系統 但是我們有更多的人民 他們不可能阻止每一條信息的傳播 四川成都其中 這件事情能夠曝光於天下 能夠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這就說明了 中共他們的網絡監控和網絡圍堵 他們是有缺陷的 是這個有限度的 他們不可能 當人民呢 全部起來的時候 他們不可能阻止 所以說我們充分的 要充分的有這個信心 要利用這個條件 把所有的事情 整個的過程都把它網絡化 都把它公開化 這樣就會形成更多的民意的支持 不僅僅是中國的民意 也要向國外的 向海外這個民運 所組成的這些 這個社交媒體平台 和他們的這個 所聯絡的這些 國際媒體 向那些地方啊 要去傳播 那麼我們的力量 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說這一步 大家一定要走 那麼最後呢 我們還要形成的 就是把這個學生的這些組織啊 學生家長的組織 從網上要轉移到網下 要形成真正的家長聯盟 要在全國各個地方 各個學校 要形成家長聯盟 而且呢 要把這個家長聯盟啊 要制度化 要合法化 當我們採取行動了之後 當大家真正的組織起來之後 當大家有信心之後 就一定要叫當地的 這些這個民政機構啊 去註冊 他們敢不讓我們成立嗎 不成立 就全部的就跟他們來抗爭 來一定要形成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是在法理上面 在中共的這一套法律體系裡面 我們是也是有這個權利的 中共的憲法規定了 老百姓有監督權利 同時有結社的自由 那麼這兩條這個憲法的這兩條條文呢 就給了我們所有的這些學生家長 一個法理的依據 大家一定要把它運用起來 現在全國各地的維權朋友 過去呢 我們的維權的訴求啊 都是非常的分散的 我們各一個小團體 有各自的利益訴求 那雖然都是正當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人群人數少 所以說我們呢 都被風而自知 被風化瓦解 最後啊都達不到自己的 達不到自己維權的目標 無論我們是啊 這個因為強拆強徵而受害的 還是因為啊 我們呢被這個司法不公所迫害的 還是因為醫療事故所受害的 還是因為被不公平的強迫下崗的 還是因為啊 退伍之後得不到應有的福利的 所有這些群體 我們都是一個小群體 我們都是一個單獨的群體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全民的認同 所以說沒有辦法呀 在全民的這個支持下 能夠啊維護我們的權利 那麼現在大家有了一個共同點 我們每一個家庭都有孩子 絕大多數的家庭都有孩子 那麼現在我們的孩子的利益 我們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侵犯 受到了威脅 所以說大家可以採取一致的行動 那麼這個一致的行動 會把我們過去的那個維權運動啊 那個分散的啊 碎片化的這個維權行動啊 把它聯合成為一股洪流 聯合成為一股龐大的 強大的維權運動 那這一次我們一定會成功 全國各地的民主同道 大家過去都懷揣著理想 為這個理想奮鬥犧牲很多年 但是呢 當我們勿然回首的時候 我們發現民眾跟不上來 我們呢 形單飲職 我們的事業 40年沒有取得成功 是因為我們走得太前了 現在呢 我們保持住我們的理想 保持住我們的目標 但是呢 我們的腳步再往後退幾步 要和民眾站到一起 跟他們站到同一個起跑線上面 站到這個利益訴求的這一條起跑線上面 跟他們一起來跑 帶動著他們一起來跑 現在呀 有一個最大的 全國老百姓都認可的利益訴求 就是保護孩子 現在我們怎麼能夠啊 不把這個全民的共識運用起來呢 我們呢 不是說要放棄理想 而是啊 現在我們要腳踏實地的和老百姓站到一起 當我們能夠幫他們實現利益訴求 當我們把他們 因為這個 以這個利益訴求 把他們團結起來 跟他們一起奮鬥的時候 那個時候啊 他們就會意識到自己的力量 當全民幾千萬幾百萬的老百姓 一起走上街頭 喊出他們的利益訴求 為自己的利益而呐喊的時候 他們就會感覺到有力量 有了力量之後 他們自然的就會提升自己的訴求 他們自然的就會要求自己應得的政治的權利 他們自然的也就成了我們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那個時候我們的理想就可以實現了 很多民主派的知識 你們是未來中國的掌舵人 你們是未來的政治家 現在讓我們呢 從這一點起步 從全民維權這一點起步 讓我們從啊 全民形成家長聯盟這一點起步 實現我們的理想 謝謝大家 再見 再見 再見